哎 姐姐 这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太太的丫鬟清莲死了 老太太说清莲是畏罪自杀 可太太非要看清莲的尸首 她发现清莲啊 满身都是伤痕 这不嘛 清莲的父母过来认识了 在那儿哭听喊地呢 听下人们说 是老太太用心过度 逼死了清莲 先是小心 接着又是清莲 他们年纪跟我都差不多大 真是可怜啊 这种事在大宅院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这事倒不就这样吗 没有权没有事的 就只能任人在割 那 这到底是不是清莲放的蛇呀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那岂不是跟太太有关 当时二爷那么生气 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做何处置呢 还如何处置 清莲在老太太那里死得 不明不白的 那整件事情也就扑朔迷离了 因为死无对证了 现在到底是不是清莲所为 也不知道了 清莲死得还真是时候 我 你以后要更加小心了 树欲净而风不止 我只不过是想求一个安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风波呢 妹妹啊 你不争 并不代表别人就会放过你 特别是像妹妹现在这么得宠 你说说 有几个人不眼红的 所以我劝妹妹 还是不要太过于老实的好 可是阵风相对 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渊渊相报何时了 这跟我所求的安稳 更是背道而驰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们会明白 我不是任何人的危险 可能是妹妹 从小生长的环境过于简单 不像我 从小呢 就是在这宅内长大的 见惯了儿语我诈 所以也就习惯了 希望一切 正如妹妹所想的这么简单 我先去 太太 听说采薇被蛇咬的那天晚上 你也在那儿 还真是巧了 就好像你预先知道采薇会出事 专门赶过去似的 回太太 梅香也是恰巧去探望采薇妹妹 才会碰见这件事情 原来如此 不知妹妹有没有看到什么呢 很可惜 梅香没有看到放蛇之人 太太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你相信告退吗 你怎么想 此人心思内敛 喜怒不信一色 你绝对不会想把表现出来的 那么简单 你说的 正是我心中所想的 好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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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费精心机 也没能替你报了仇 娘 妹儿 妹香 是一队龙凤台 我们白家有后了 冬儿 冬儿 不吃一口看妈妈看妈妈呢 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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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孙玛给你拿玩具哦 太太的约换青莲 不是别带她去寺庙了吗 娘 娘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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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冬儿 冬儿 你别吓娘 你脸怎么了 你别吓娘呀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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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叫冬香 冬香 冬香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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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留下娘一个人走了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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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好地在那里逍遥 娘没有 娘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去对付她 冬儿 冬儿你放心 放心 娘亲找到了一个能对付她的人 娘亲找到了一个能对付她的人 冬儿 娘一定会为你报仇 一定 冬儿 不